内地近月广泛地区连长暴雨引发洪灾 国家防信总指挥部就说 信情多年罕见 预计秋季陕西 宁夏等华西的地区雨量偏多 信情形势严峻 住北京记者陈金部报道 全国多个省6月起连长暴雨 当局统计751条河流洪水曾经超出境界线 7千多万人次受灾 近期转移安置大约470万人次 7万间房屋倒塌 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,100几亿元人民币 死亡失踪的就有271人 较近5年同期年均下跌近一半 应急管理部说秋季仍然要做好防信救灾工作 在看今年秋季华西秋雨开始时间较长年偏早 雨量总体偏多 尤其是陕西的南部 宁夏的南部和甘肃的南部的降雨量 异常的偏多 秋季的形势严峻 防信矿刊总指挥部说 目前仍然处于主信期 要继续做好山洪地质灾害和台风防御工作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曾今报报道